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已故军旅艺术家严肃7日因一桩家庭官司再度引发关注 北京市海淀法院一则公告称 由于对严肃音乐著作权收益分配比例无法达成一致 严肃妻女将严肃之子宿之法院 要求对依法享有音乐著作权之财产权进行稀产 判命配偶享有三分之二女儿享有六分之一 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艺术家严肃创作的红眉赞 敢问路在何方北京的桥红颜红色娘子军等作品早已成为经典 家庭矛盾素质公堂舆论沸沸扬扬大概谁也没想到 为何起诉有何隐情 上游新闻记者就此对话了严肃遗孀 同时采访了严肃之子严宇 双方均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严肃2016年2月去世 至今已快三年 遗孀如今82岁 他在严老去世后承担起整理出版遗作的重任 记者去店追问时 他刚从大院食堂回家 他说确实通过律师申请了稀产 但还不清楚消息已在网上炸锅 十分钟后他给记者回了电话说 真没想到闹这么大 他说严肃去世不久 自己接到一个版权税到账通知 到银行一看却没有入账 于是电话询问了中国英助协会员部主任马瑞元 小马以前也经常来看望严肃 他分析说可能是严老去世了 我们要重新注册会员 按继承人身份 妻子儿女都可以 很快马瑞元寄来一份材料 李奶奶填妥后 先给长女严如签字 再让其带给儿子严宇签字 结果递过去之后 严宇就没消息了 后来我又填了一次表交给司机去找严宇 他回话说我得跟我姐再商量 结果又没音信了 就这样过了快三年 他不签字也不表态 严肃一双说 严老板税遗产也不算多 加上三年来 他一直为整理出版一座操劳 更新受益人的事 便没往心里去拖了下来 这期间也没跟严宇见过一面 严宇不签字 这事就办不成 其实2015年9月 严老昏迷前就留下话 不让他回家 后来11月31日起 我跟他就没见面 没通话 严肃一双说 我哪有心情去争什么遗产 退一步说我是妻子 这有什么好争的 主要我感到言语在这个事情上 太让人生气 法院说是对严肃音乐著作权 收益分配比例无法达成一致 从没就此交流过 何来无法一致之说 而言语说起起诉稀产一事 非常平静 对记者简单谈了三点 言语说 首先老太太也承认 家里没有就著作权收益 探讨过比例问题 没有探讨 当然就不存在 因为不一致起的争论 他认为我有两次 没有同意更新继承人签字 于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触动我一下 我要强调的是 我从来没有因为比例产生任何分歧 因为大家都懂法 按照法律来分配比例 你有不同意见 也没用不是 其次 我姐姐严如 一辈子不参与俗事 那么家里有什么不对 挑一个犯错的人 肯定就是我了 老太太要诉讼 我没有意义 最后言语强调 按照法律来其实很好处理 应该不存在后期的争辩了 法律清清楚楚 原告被告是没有争论的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